這個字 拖拉過來 然後這邊字就打上去 國立玉山高中社團介紹法 你會想這個字好熟悉喔 那你也可以重打 但是好像打過對不對 其實你可以從index 我是教各位一個簡單的方法 index 按右鍵內容 這邊就有沒有 你又把它複製起來 這個是叫做頭夾包 你也可以打 但是打字比較慢 用右鍵內容複製比較快 複製再貼上 這樣就貼上來了 就少打很多字 尤其打字慢的同學 這邊的話再來就是說 輸入文筆 再來就是字的大小 為4 所以你就把它小到4 這上面有4 大小4 顏色的話就是藍色的 可是你想怎麼這樣 這個兩個數字有沒有 RGB就紅綠藍啦 RGB兩兩一對一對有沒有 所以呢 FF有 表示說有顏色 那這個應該就是藍色 如果你不知道顏色 改其他色彩 就按這邊其他色彩 在這邊輸入 緊字號不用輸入沒關係 你直接就這樣輸入 FF 這樣就可以了 確定 那就是藍色的 有沒有 藍色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 製作成動態 開啟網頁時動態效果 動態效果特別注意 格式裡面會有一個所謂的動態 不是不是在這裡 應該是在檢視工具列 工具列裡面有一個叫做DHTML的效果 這地方 這裡就是動態效果的設定 然後你就在這邊呢 當什麼呢 有沒有 選擇一個世界有沒有 當載入網頁的時候 這後面的話呢 你就飛入 從什麼地方飛入呢 隨便 其實你只要選這個 後面這個可以自己選 因為它沒有規定 所以你可以飛入 你也可以彈入啊 這個都沒關係 反正只要會動就可以了 飛入 這個隨便選一個沒關係 好了以後的話呢 那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 第一個部分就完工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 它有沒有動態效果呢 你可以預覽一下 不過有的時候 我在這裡預覽會產生錯誤 切換回來就設計 建議你是先把它存檔 然後呢 按一下 這邊有一個叫做 在什麼IE瀏覽器 Internet Explorer中預覽 按下去 這邊就可以看到 允許封鎖 是 有沒有就跑出來了 有一個動態的效果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這個第一題的 這個第一 這個title的部分 再來第二個就是說呢 替代顯示文字 所以替代顯示文字怎麼做呢 特別注意喔 它在圖片上面替代顯示文字喔 替代顯示文字就是在圖上點兩下 選擇一般 這邊就有個